美国跟日本派了动员了四万五千人 对 三十条船 这个十条船 三百七十架飞机 这个算是一个规模不小的 联合演技 中共哪里说真的演在我家门口演技 那我就搞实弹演 中国大陆是24号 25号 27号三天 美国是23号 到25号 那跟你是不是成别 26号中间为什么停一天 看你美国演习以后的态度 对不对 那我看你的反应了 你是离开还怎样 那不行我还是要再来一次 因为演习我宣布这几天演习 我还可以次序宣布 我飞弹的弹着点 飞机的巡航点 会不会给你冲突 这就有点在缴获的意义 你要跟我真的 真兵相见吗 我是实弹都准备好 我想最近我们一直在听到解放军实弹射击这样的一个消息 不过 这个介大使刚才其实在谈 现在这个大陆的这个军力越来越强 不过我要请教一下帅将军 我真的很好奇 为什么说实弹射击一下子来这么多个地方 有辽宁浙江跟广东 10月24号 25号有 然后呢就26号是没有 但是有27号凌晨0点到24点 就是24小时都有这样的警告 所以呢都是禁止船只驶入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将军啊 为什么是这么多地方 而且他还跳开了26号 用这样的方式在演练 因为他是针对美国跟日本搞的利剑演习 美国跟日本动员了4万5千人 对 30条这个10条船 370架飞机 这个算是一个规模不小 联合演习 在日本海 比2022年更大的一次 对 在这里演习 中共哪里说 真的演在我家门口演习啊 那我就搞实弹演习 实弹演习有个什么好处呢 我随时在演习高兴的时候 我宣布我的飞弹要搭哪里 船只静止进行 是不是有点干扰人家 日本跟美国演习的味道 那时间完全创举嘛 中国大陆是24号 25号 对 27号三天 美国是23号到25号 那跟你是不是重叠 26号中间为什么停一天 看你美国演习以后的态度 对不对 来我看你的反应 你是离开还怎样 那不行我27号再来一次 因为演习 我宣布这几天演习 我还可以次序宣布 我飞弹的弹着点 飞机的巡航点 会不会给你冲突 这就有点在搅和的意思了 你要跟我真的真兵相见吗 我是实弹都准备好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针对美国跟日本的演习的一个相对应的活动 可大可小 大我就把导弹东风在四射区域标在日本海 小我就在你附近 有军事的活动 甚至有侦测船电针机 甚至于有实弹的攻防在这边搞搞 这个都是一个很直接的较劲 不是那种嘴巴宣布宣布 你演你的我演我的 是 这次这个历剑演习 两年一度 而且他是从23号持续到11月1号 那么他在这次这个演习当中 诚如刚才帅将军所说 他集结一共45000人 日军出动的较多 美军出动的较少 但是美军也有12000人以上 这次不仅是美日两国 那我们也看到根据资料 他已经提到了 是在日本周边的海空域以及基地登场 那主要其实集中在日本的九州 还有包括像石原岛冲绳一带 那么这次呢 美国空军大约有6架F-22隐形战机 都要出动 这还是头一招 并且还有 他是以新田园为据点的训练 还有能短距离起飞与垂直降落 大约有6架F-35B隐形战机也会参加 好看到这边这次显然摆出大阵仗 而你知道其实这个委员啊 不是只有美日两国 包括加拿大澳洲 或甚至还有更多的国家 都要共同来参与 当然各有方式是不同的 我想请教您 那您怎么看这一次 力剑25 剑指谁呢 怎么大家都喜欢取力剑 大陆也叫力剑 他们叫力剑 不过这个看看热闹啦 因为他的主轴的演习区域在日本海 虽然也有一些这个琉球附近 也帮忙做 但毕竟不是主场 主场是在日本海 日本海啦 要给谁压力 要给俄罗斯 要给北韩压力 日本海离中国距离蛮远的啦 但不管如何 他也可以随时跑到这个 比如说东海附近啊 或者宫古群岛旁边啊 来做演习啊 那我们只是说 就这样子啊 虽然40艘演习 看起来是规模很大 可是如果靠近中国的沿海 大概在1000公里内 不要说40艘啊 400艘都很难生存 因为中国就占了一个地理优势嘛 补给的优势嘛 像俄罗斯啊 这个要是导弹啊 多发射几颗啊 后面就运补了 就很辛苦了 这对中国一点都不辛苦啊 比如说 我一个导弹的系统 有八棉桩 八颗打完没有啦 像以色列把他打完 对中国这不是问题啊 他仓库一大堆都运了都有啦 因为他补给占了优势 你美国没有这个优势啊 你要靠日本补给嘛 日本现在这是画面 也比较落相啊 所以对中国是不构成任何威胁 但在秀肌肉给中国看 我还有八块几给你看看 是秀肌肉啦 目的达到 可是来 这个是实力的展现咯 这个帅将军 两艘万顿大驱 忽然现身在万纳渡 跑得很远耶 这个两艘军舰 而且还是大驱嘛 大驱来到这边 澳洲方面没有公开任何周边海域消息 这是代表说 什么意思啊 这个神出鬼没 忽然说来就来 澳洲很有压力 他任何航行 尤其两条大区啊 他的战力很大 他的垂发系统很多 他的攻击力很强啊 他有点什么味道 抄你后路啊 你在日本演戏的时候 我跑到澳洲去 你不是AUKUS吗 是 对不对 你在我家演 我在你这边演 你怎样 我跟你讲演习就是表态 一方面是解放军的训练 他们的老大不是讲了吗 你要打什么就有什么 有什么叫训什么 训什么叫打赢什么 现在这种演习都在展示说 我可以打赢 我可以变成联合演习 我也可以单独的出手 所以演习的味道很多 是看被威胁的国家 你心里怎么样感受 与世无关的时候 他看哪里去关我什么事 对不对 台湾老婆听说 你看哪里关我什么事 但是你是澳洲人呢 但是你看到我这边干嘛 你又不是来一个 友好的敦目演习啊 对不对 所以这些问题就是 双方我要吃太 你的雷达 他征收 那么你在吃太 我的什么什么 都一样 你说日本跟美国演习 加拿大德国这些船来干嘛 其实是增加主办单位 很大的困扰 语言不同 战法不一样 这个能够编成一个联合的队 很困难 任务怎么分配 纯粹就是个海军大拜拜 我跟你讲 在二次大战里面 德国是没有办法要用意大利这种部队 但是又不相信这部队 经常拖累他 叫他在手旁边 结果旁边被人家打穿 有的时候 还要去救 还要去救 有的时候有蒙脱不是件事好事啊 他可以只有跟英国的部队 勉强可以做联合作战 对不对 你其他的部队 你像我讲嘛 澳洲不是每次派兵吗 只能挖地道 对对对对 好 可是帅洋军 您刚刚讲 就是说大拜拜归大拜拜 可是美国海军现在要重启他们 HVP海上测试跟研发计划 电磁炮现在是觉得是怎样 很好用 这个是个趋势 成本也比较低 对 好处多多了 现在中国大陆早就已经有了 美国才发现这个东西好用 好用 你想我们传统的炮 是把炮袋塞在炮筒里 后面那么大一包炸药 那一包炸药才能把炮弹打出去 白白那一块棉布做的那个 你想想看 它爆炸的时候 对炮管是不是很大的寿命有问题 对不对 而且这个炮弹在前面出去的时候 它是有弹线 弹线是干嘛 要摩擦这个炮弹 让它旋转 所以炮管有一定射击的次数 多了就不行了 现在用电池 电浆出去了 炮汤没有磨损 炮汤没有受到压力 它完全被磁力弄出去 最可怕的是它的出速很高 出速很高就射程很远 我们一般传统的火炮 20公里 30公里 打到40公里就不得了了 那个炮啊 可能用不了几百发就要报废了 它这个无限用啊 而且可以打到90公里啊 最起普通的也打80公里啊 而且因为速度快 就可以说描哪里打哪里的时间就缩短了 不像我们有时候跟电视转播 那边嘴巴在动 我们还没听到声音 听到声音已经下了一句了 现在它速度快 描起来就方便了 以前打仗要描前质量 你飞机这样飞 我要描这边 你飞到这边要打仗 那现在快直接秒 所以这个炮是未来海军主炮的主要趋势 主流主要的趋势 所以而且你知道像刚才我们在讲这电子炮 美国本来发展发展到一半了 结果大陆超越了 超越了之后 现在又发现原来这个还是好啊 美国要继续把它发展起来 那这个呢就是这时候成为主流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你如果你要去檢查一下 你把这些带扇给你 就一定是分开 满下的小谷 human 你如果懂的 你不能在白负 有什么 你不自分为 把这个墓地上 你怎么可以